今天的重點大概就是看他的手的骨折 到底是墜樓的還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他有沒有跟人家爭吵 我們可能要拜託那個檢驗的法醫 檢查的法醫是不是可以剪他的指甲 看有沒有肉屑 他說他的經歷是不是對方的殺的纖維 因為你有掙扎一定會撩 皮疙瘩在裡面要加到檢查 法醫生的DNA 這兩個當然是重點 只是說這個絕 到底是墜樓所引起的還是外力 單純外力用木棍敲打所造成的 這個今天可能就是破案的關鍵 我是這樣感覺 你如果找出他的關鍵是什麼 這個骨折的關鍵是怎麼來的 你就知道這個骨折是怎麼來的 尤其這個骨折 如果是死後的骨折 那事情就大條了 你如果生前骨折是外力或墜樓 都有可能 但是死後墜樓 欸死後骨折 哇你那事情大條了 你死後墜樓也不才會骨折 那死後骨折你就腳踩嘛 這個 我覺得今天這個案件可能不是只有 加工的問題 我認為應該 可能會是一個磨殺案 好可憐 把他看起來 他做事真的問題 是怎麼去破他這個梗 他這個骨折 從10樓下來 好像等手 這是不可能的 是怎麼來的 今天可能今天 我是要看這個重點的 那我等到手 真手 那等到手 有可能就墜樓了 那等到真手 有可能是爭吵所造成的 壞力 弄到那個 當地的太可能 這樣而已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 哇這個事情太誇張 奇怪他還都不說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啊我們都沒辦法來內容嘛 所以我才決定今天去看現場嘛 因為我也不知道現場嘛 我也不知道現場嘛 那也沒看到這些大體 是黎色的人在跟他抱怨說 欸 高義士 哪有人 從十樓下來 沒頭都沒辦法 好好把他抖一支手 他說他第一次看的 他說他以前也做三十年了 第一次看的這個問題 所以一直跟我說 高義士你要他看一下就好了 我說不要啦 這事情我沒有關係 他當我當這個話 拒絕我不要 你減少給他處理 今天是因為我來幫忙 是因為家屬委託律師來拜託我 所以我才說 我來幫忙就是我家 我也不喜歡這樣 這樣不好 對檢查辦人很不禮貌 那家屬既然有幫